昨天武警水电部队官兵和大型挖掘设备物资分地空两路 抵达唐家山艳瑟湖后就开始了挖掘作业 导流名区已经开网 导流名区已经开始开网了 那么刚才我也从这个指挥部了解到呢 如果他们就是说 今天应该是说加速度的是在推进这样的一个进程 天气如果像这种天气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那么今天他们希望能够飞20架次 能够运送20台这样的大型的挖掘机 那么整个导流名区呢 大概在几天之内就能够挖成 虽然发电照明设备尚未到位 但工地依然热情高涨秩序井然 一直坚守现场的专家技术人员 连夜讨论制定新的施工组织方案 以最大限度的加快唐家山艳瑟湖的强险进度 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强险施工任务 武警水电部队官兵们将在山体滑坡形成的堤坝上 开发一个长度200米的导流槽来排水 并建造千丝龙湖泊 我们最高的控制点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752米高层 已经下降了4米以上了 现在我们准备第二批设备来了以后 将进入第二个控制点 控制段 同时大家看到刚才这批树木 对我们的施工构成了障碍 我们将采用油锯 斧头 还有一部分爆破 把这些树木先行清楚 第二批的设备将进入这些施工场地 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布设了6个施工场地 随着设备的不断进入 我们将开始陆续的施工 今天上午 武警水电二组队抗震救灾突击队105名官兵 从南昌出发 紧急奔赴四川地震灾区 增援北川唐家山燕色湖抢险工作 针对北川县唐家山燕色湖血水量逐渐增加的险情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水利组召开会议 赋予武警水电部队唐家山燕色湖排险施工任务 目前武警水电部队已经投入1000兵力 80多台推土机 返产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 正全力向燕色湖霸体挺进 好的